怎么 怎么突然出现一大破野人啊 救命啊 哥哥 哥哥救我 嘿嘿 你叫吧 你这破喉咙都没有人来救你了 兄弟 今晚吃麻辣兔头 拿来吧你 古当 快醒醒 快醒醒 啊 野人别过来 吓死宝宝了 原来是在做梦 我还以为要变成麻辣兔头了 野人是真的 今晚野人还得来 再不做防御 你的头就真的保不住了 今晚野人又要来了 我适当力宝的 怎么打得过一大波野人呀 完了 满汗吐息了 古当 你个胆小鬼 你哥哥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道具 道具 是不是能一刀999家的神器啊 好家伙 看我今晚怎么教训他们 哥 你把道具放到哪儿了 你眼前就一个箱子 能放哪儿 我看看 都有些什么好东西 啊 这投尸器 激光 地刺 岩浆 神器呢 我可没说有神器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啊 嗯 以我制作陷阱的技术 怕不是送兔头行为 哈哈哈哈 古当 你太小看这机关道具了 时间不多了 赶紧动手吧 不管了 既来日子安置 我看看 这片大空地 所有的陷阱都在我脑子里一边过 门口最基础的防御 安排上可触发的第一次 打斜着放 扭下来的空就是放那个赶压板的 我记得 只有生物赶压板才不会对玩家造成伤害 哟 还懂得挺多 那肯定 哥哥 你要看好咯 一生挖个坑 幸亏给的是太和金蝉子 挖起领土来也是很方便的 一隔身就可以了 往里面灌满岩浆 不要太满 分开一点一点隔开就可以 照顾到每个方块 陷阱必须多样性啊 不然单靠这几个 是拦不住野人的进攻 是时候拿出我们的王牌杀手 巨人激光 别看他小小的 里面可是有着大大的热量 墙面的运用上复制方块 省时省力 四个角落都要安排上 激光前面放上一场牌投尸器 只要野人刚踏进来 投尸器马上送他回老家见他爸妈 里三圈外三圈 把家里都包围得死死的 古当 我老觉得缺点什么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这前面的空空如也 容易给野人钻空子 我想想还能放些什么 诶 有了 挖个大坑 你们填上新能块 有新能的电力 就能自由地启动低次 我一刷 万丈第一次平提起啊 这不是把野人扎成马蜂窝吗 当当当 被巨人机构阿凯莎新能块 启动所有的机关 看着时间不早了 就等着这野人搭架光临 我先睡一会 野人当了喊我哈 睡睡睡 就知道睡 狗当 起床了 来了来了 嘿嘿 哥哥快看 一个个流行在天上飞来飞去呢 那是野人 他们进来了 不怕 这不是有第四吗 想靠近我 得看他们头上的血条 够不够花了 在我小铃铛的炮枝下 野人只剩下三只了 都是胆小鬼 不敢进来 成不了气候了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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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